北加州臺灣婦女會第二十九屆年會 在亞特蘭大盛大舉辦 連續兩個晚上都舉辦晚會 而各地的會員們帶來了精彩表演 無論是歌唱 舞蹈或是走秀演出 臺下的氣氛都相當熱鬧 幾位會員趕在晚會開始前 在一旁加緊練習舞步 北美州臺灣婦女會第二十九屆年會 在亞特蘭大盛大登場 邦委會副委員長田秋錦 亞特蘭大喬教中心主任傅錦玲等貴賓 也出席首日的NATWA Night 大家好 我們這是從特律來的 來參加這邊拿大的年會 很難得 大家來這裡照顧 很開心 當天晚會的主題是Young at Heart 第一個登場的亞特蘭大分會會員 帶來懷舊農村族曲 而紐約分會則演唱歡樂的咕咕雞 多倫多分會演唱青春娘 底特律分會則是歡喜來恰恰 心跳姐妹則是在Dancing Queen 音樂聲中熱舞 讓台下所有人感染了表演者的熱情 一同搖擺身軀 氣氛熱鬧溫馨 另外北加州黃金女郎帶來奔放舞蹈 南加州分會表演讚美操 預告明年年會將會在洛杉磯舉行 邀請大夥再度聚首同樂 眾人在伊士丹的寶貝大合唱中 度過歡樂夜晚 第二天Atlanta Night配合年會主題 各分會姐妹們紛紛展現 終身學習的各項才藝成果 有些藉著Fashion走秀 展示自己手作的衣服 配件拼布或插花 有些則是表演自己最擅長的運動 包括馬拉松 網球 瑜伽等等 也有旅遊達人分享心得 或是示範衣服配件穿搭法 充分展現台灣婦女們勇於求知 熱心學習並且慷慨分享的精神 各地成員紛紛使出渾身解數 展現多才多藝 我們每年總會有兩個活動 一個就是10月的年終理事會 是在10月中旬 那年會通常是在4月中旬 那今年的年終理事會是人才訓練 我們將要在西雅圖舉行 那明年的年會將在洛杉磯 LAX的Renaissance 我們會後還有四天三夜的會後禮儒 我們現在目前有超過1100個會員 那有16個婚會 然後有23個小組 還有7個區禮士 所以是等於是現在是北美洲 全台美人最大最美的一個組織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 1988年在洛杉磯成立 目前會員超過1100人 是北美洲台美人最大的組織團體 現任會長黃美秀也邀請大家 踴躍參與明年在洛杉磯舉行的 第30屆年會再續姐妹情誼 台灣網領事林玉軒 美國亞太蘭大採訪不到